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ales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数据库的设置 咱们前几期建了一个User的API 对不对 但是那个API用的是本地文件型数据库 这肯定不能用于生产环境 那么如果想用于生产环境该怎么做呢 咱们就要使用比较专业的数据库 比如说MongoDB 比如说MySQL Oracle Postgre都可以 今天咱们就讲解一下数据库的设置 当然今天咱们以这个MongoDB为主 其他数据库也都是一样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采用MongoDB构建咱们的数据库模型 好 那咱们看一下实战演习 首先说 为了让Sales能够认识咱们数据库 该干什么 该装数据库的驱动程序 对不对 那么咱们通过NPM 咱们安装一下SalesMongoDB的驱动程序 我用的是最新12系的版本 0.12.3 是目前最稳定版本 然后咱们先安装 咱们先安装 因为这个有点花时间 所以因为它是连接这个网络 咱们一边安装 一边再给您讲解 它装它了 咱先不管 咱们看 安装完驱动程序之后 咱们需要修改一下 Config里面的Connection 干什么 咱们增加一个数据库设置 换句话说 咱们想量哪个数据库 这要改一下 那么咱们看 这个是一个MyDB的数据库设置 里面有这个数据库的驱动程序 然后数据库的服务器的IP地址 端口号 用户名口令 因为我本地是这虚拟机 没有 所以说 我评比调 如果说您这数据库有安全认证 这地方需要指定 然后还有这个数据库 是哪个数据库实力名 咱们试一试 我把它先考过来 考到咱们的Config Connection里面去 这是MyWeb 咱们的用程序 Config Connection 里面 我看应该是考到 这是默认的 那个文件型的数据库 咱们不管 考到Mongo这个位置 其实它给咱们提供了一些 个默认的设置 都是一样 我把它考过来 这是咱们的MongoDB设置 然后这个地方我改一下 因为我本地有一个虚拟机 MongoDB虚拟机 它的IP是192168.11.18 其他的都不动 OK 这样的话 咱们就设置了一个数据库的连接串 该怎么用 往下看 该怎么用 咱们需要改一下Config里面的模型设置文件 在这里面 咱们指定一个Connection 这个属性让它等于刚才咱们设的这个MyDB 这样的话 以后咱们数据库中所有的 不是数据库中 是咱们Sales用程序中 所有的用户模型都会使用这个连接对象 好 咱们考虑过来 是在Model下面 我看 Model下面 然后 这地方吧 默认 大家看默认这个Connection 是这个本地数据库 对不对 咱们考虑它 这样的话 它就能够连接到MongoDB 然后下面这个我也打开 为什么 因为每次呢 咱们可能要修改这个数据库的模型 就修改这个API里面的模型 这样的话 它会自动更新数据库 所以用这个Alt命令 自动更新表 OK 这样的话 咱们就是可以说 我连接到MongoDB 这个地方 好 我看这个气动转完了没有 转完之后 咱们马上启动 Lift 不是Lift 都错了 Sales Lift Go OK 数据库启动成功 然后呢 咱们访问一下 127UZ 大家请看 前两天 咱们用本地数据库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是有数据的 对不对 因为现在咱们切换到MongoDB 所以这儿没有数据 怎么办 加数据 试试啊 用户鞋 默认的是这个Create 这还挺 你看这前两天 这还都在呢 我先加这个 麦克 你记住 我一先 实在是Coma 无所谓 咱们先加一通麦克 Go 大家请看 数据库呢 被成功加进来 我看看 我这个空手还报错没有 没报错吧 对吧 而且呢 这个Logo也在输出 没有问题 这个Logo是咱前两天 做那个LogoAccess 那个策略 好 接下来 我再加个数据 再加一个Coma 可以吧 太没问题了 出来了吧 China OK 然后咱们去掉 看一下数据库中 都有哪些数据 没问题吧 有两条 然后呢 咱们看一下 这个 有朋友说 你这加对了没有 你是不是还是加在 这个本地文件里面去 没关系 我这开一个Mongo实例 咱们去看一下 是不是加到MongoDB里面去了 1.168.111.18 进到咱们MongoDB的控制台 进来了吧 然后收一下DBS 看看咱们数据库 咱们现在要用到的是这个MyDB 对吧 好 咱们use这个MyDB 有朋友说 这个MongoDB我不会使 怎么办 我有一套专门讲MongoDB的课程 有兴趣朋友去看一下 好 咱们进了MongoDB 然后呢 Collection 看一下有多少个集合 就一个U字 对吧 然后咱们点DB.user.find 大家请看 有两套数据吧 这两套数据 就是咱们刚刚增加两套数据 一个麦克 USA 一个是Koma China 没问题吧 跟数据一样吧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成功的连接到了MongoDB 而且成功的把数据加进来了 然后再比如说 我再加条行不行 没问题啊 因为使用方法跟咱们前期讲 是完全的一样 比如再加一个Join 没问题吧 Join呢 我看它属于这个 也美国吧 OK 咱们再看一下 三个数据了吧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也是三条了 也三条了 Join过来了吧 是不是咱们连的数据库 没有问题吧 OK 这个呢 就是简单的 用Sales 如何连接其他数据库 你说我的地方 不想连接这个Mongo 连接这个MySQL行不行 您就把这其中程度改成MySQL 然后把连接串改成MySQL连接串 其他都不用动了 它就自动可以去连接 非常的方便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数据库设置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然后呢 今天我代码呢 会放到开源之工的服务器 我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微裤呢 供您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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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